一美国狙击手,本片改编自克里斯凯尔的自传《美国狙击手》,影片讲述了,克里斯凯尔原本是一名普通美国牛仔。 911事件以后,他以30岁的高龄参加了海豹突击队,并成为了伊拉克战场上的一名优秀狙击手。 参军之后,克里斯认识了查雅,两人很快结婚生子。 但是,随住克里斯的多次出征伊拉克,两人的家庭发生了很多问题。 战场上的克里斯十分优秀,被队友称呼为传奇,恐怖分子以高额奖金,请职业狙击手猎杀他,但屡次都未得手。 可是,身边的队友却一个个遭遇不测,虽然妻子三番五次恳求他退伍,但是,他抱住为队友复仇的信念,最后一次出征。 二、金钱怪兽,影片讲述了,知名电视财经专家李盖茨,在电视财经节目金钱怪兽中,担任主持人而声名大道。 在节目中经常出现疯狂举动,会大声说出投资建议,不时在节目中用搞笑的道具和音效介绍股市。 然而,事实上,他是透过内线讯息,让他在华尔街成为赚钱高手,一名不速之客。 因为听信投资分析而赔光积蓄,因此,在节目直播中,绑架了盖茨与节目制作人帕蒂芬恩。 同时,全国民众也透过电视,在看出这场完美直播,而这场挟持行动,也揭发了背后更巨大的金融操弄丑闻。 三,局内人,电影局内人,该片是一部犯罪动作片,通过保守派报纸评论员,国会议员,大企业委员,黑社会混混,情报科刑警,纪录片摄影家等人的经历,来记录韩国社会的腐败和不正之风。 李领宪在片中饰演的《安善九一角》,原本是作为权力者的猎狗干尽坏事,但在自己成为废人之后,为了报仇,而成为相助权力者开战的政治流氓,曹成又饰演于常勋检察官一角,是个在检察官组织中,让踢人就踢人让掩盖罪行就掩盖罪行的腐败政治人的阻击手。 白允之饰演的首都日报评论员李强熙,四、老李,影片讲述了,这也很离奇。 自认费轻的阿平来到迷之便利店第一晚上班,先遇上刻薄老板和神经之女同事,转头黑警来借厕所,当初遇的愤怒老人,急性玩老李,又有富豪和性感女伴乱入,众人各有故事,各怀鬼胎, 一场大龙凤在便利店热闹盛演,当炸弹狂徒来袭,最后疏途同归但又意想不到,笑他们太疯癫,只是这个城市病了我们看不穿。 导演活活掌控节奏和经警对白非常准确,几位老戏骨骄足功课,成就一部港片少见的黑色荒诞困兽斗好戏。 五、数大招风,真实的香港三大贼王比拼,里面牵涉到政治因素,所以国内肯定不会上映的。 电影讲述1997年初,内地出生,威震香港的三大贼王印记欢,张子强,纪炳雄互不认识,却因巧合同时出现在了一家酒楼中。 此后,江湖上便风声四起,众人以为三大贼王要趁回归前联手做一件大案,成就犯罪界的最后辉煌。 六、死事,影片讲述了。 一名雇佣兵,没有明确的政协立场观念,通常是拿钱办事,替人执行各种危险的杀人任务。 他原本是一名退役军人,因为感染了癌症,不得不接受身体改造,从而具备了和金刚狼一样的不死之身。 而且,由于在实际漫画人生中,爱上了死亡女神,而被另一神机人物灭霸诅咒远离死亡。 所以,死事也可以说是漫威动画里,地球上超级英雄中最强的一类。